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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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現在用這條適中的拉鍊 上去 這個筆袋子其實會這樣 之前我為什麼說要 你布短一點 要批了0.5cm 就是這個原因 你覆下來,裏面小一點 是會好一點 如果沒有的話,它就會多了布 在這裏 我們就把它放上來 即是說,我們需要這樣 我們先把它固定 接著我們就會用 半回心布 在這裏,把它亂了 其實兩邊都是 兩邊都是用 半回心布 這樣把裂藏在 這個 表布和拉鍊的中間 這樣一輩子都看不到 所以這次我把它藏在中間 接著 我向前面 在這裏 就針向下 拉緊它 接著我們向前 在底裏 因為剛才向下 現在針在底裏 我們在下面上來 手要捉住它 好 好 那什麼叫做半回心布呢 我不是回了 我不是 剛才回心布 我就去到這裏 全部回了 我現在回一點 回一粒 接著我就向前進 出裏 接著我就是半回心布 我回一粒 接著我向前出裏 好 接著我就是半回心布 我回一粒 接著我從前面出裏 我回到這裏 我回到這裏 接著我從前面出裏 接著我從前面出裏 這樣就叫做半回心布 連結半回心布 線布就是這樣 一粒粒的 如果你想打橫一條條 那都可以的 你自己撈大部分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做固定的橡筋 橡筋 這樣就把它固定在這裏 中間 怎樣找到中間呢 可以這樣的 將這個拉鏈 撥過去右手邊 這樣在這個位置 剪一個卡丁 這邊也是 接著這裏 就剪一個卡丁 這個就是中間 那我們的橡筋 就要這樣放的 出來的樣子要這樣 我們就把這裏 固定在這裏 怎樣固定呢 這次我們用針線 我們航兩針 讓它很穩陣的在裏 待會做的時候 就不會走位了 雖然是航兩針 但也要 起頭打結 收尾也要打結 因為不打結 你就沒有辦法 固定它 我們在這裏 很快就打結了 相信現在你們都會打結 味道也是這樣做 好了 我現在固定好橡筋 下一步呢 我就會翻個袋 打開一條拉鍊 這裏這樣 翻回去 這次沒有什麼難度 這次 因為口很大 拉回它 剩下一點 拉回之後 這裏對緊它 對正中間 這裏按住 固定它 用針 好了 頭尾我們應該用什麼針布最好 沒錯 用回針布 因為我們需要堅固 這個 如果不堅固 筆可能會飛出來 或者會爛的 還有這些線 我們不會外露 所以可以放心用回針布 這裏漂亮不漂亮不要緊 因為我們 會用小方塊布 去包住這個紙口 頭尾就亂好了 現在我們就要用小方塊布 去包住頭尾這裏 首先我們就要燙一下它 接著 我們就把它摺一半 摺一半 再燙它 再摺 這裡是這樣摺 這邊是這樣摺 中間不用太貼 留下一個坑位 這個坑位 就用來藏 這個東西在中間 它有少少厚度 所以 你就 分開少少就可以了 兩塊都是這樣 燙上去 燙好了 將這個 這樣摺下來 明白嗎 將這個燙好的 這樣摺下來 我們待會做好的 可以說就是整個這樣包住 這樣就很漂亮 對不對 現在開始做了 這裡我們用走針布 為什麼用走針布呢 因為其實不受力 你這條回針布已經做到很穩固 所以用走針布就可以了 可以省點工夫 我們放在這裏 我們捉進去 你燙了這條痕 在那裏做 就不用彈閃了 走針布呢 就是 捉上去 捉下來 不用回頭 很容易的 這樣捉下去 這樣捉上來 全部向前面 前進 不用回頭 它的好處就是 快 但它不穩固 因為它條線一斷 全部都會脫 但回針布那些就不會脫 你斷了中間也不會脫 主要這個是 包住紙口 所以就不會受力 用這個走針布就可以了 這個做好了 把它反過去 反過來這邊 把所有線包下來 好漂亮的 這裏我們用什麼呢 我們用隱藏針布 藏針布 列在這裏 我們可以在這裏挑到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 在這裏開始 我們就開始挑了 藏針布就是 所有的線包都會藏在裏面 我們挑的就是挑這裏 跟著挑這裏 挑這裏 挑這裏 OK 我們挑第一針 現在我們呢 線在這一邊 我們挑對面 對面的方向 這裏更漂亮 可以把這些放進去 這樣便會更加漂亮 那我們開始挑了 我們挑 這裏 然後呢 我們就挑 這裏 那在這裏 為什麼我們要做隱藏針布呢 如果這裏 你去做 走針布 你是一條線 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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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看到的 那就不太漂亮了 如果你說 我想快一點 不想做隱藏針布 都可以 但就 不是太完美了 而隱藏針布 它就真的很漂亮 你就反轉在裏面 你都完全看不到 所以這裏呢 我們就用隱藏針布了 還有呢 我又想釘帽給你看 還有呢 凡乎這種包邊呢 那個做法都是這樣的 我們看回之前小掛袋這個反口 都是用床針布收的 收這些反口 經常都要用到的了 床針布 所以就很好用的 就是藏了一個 在一個縫份中間的 那裏 我們 床針布做的 就是挑 這個位 和這個位 插進去 在一個邊邊 插進去 插出來 OK 這樣針了 然後相同點 我們去 對面了 對面 插進去 然後捐回 上來 好嗎 接著 你現在做了這邊 開面那邊 那就是說 做完外面那邊 就做裏面那邊 近身體那邊 近身體那邊 又是 插進去 在邊位 插進去 就向前面 插出來 其實很容易 這樣 這裡又 插進去 又從前面插出來 OK嗎 這樣呢 就很漂亮 你看看 什麼 痕跡都沒有 這個包邊的方法 第一行 用這個走針布 跟著 第二行 用這個隱藏針布 所有線布 都可以收拾去 是很漂亮的 這個包邊的方法 其實是可以用來 收拾任何的紙口 就算你做一個很大的袋 但是你裏面 有一些紙口 你需要收拾 你也可以用這個包邊的方法 去做 都不爛的 很容易的 那整個做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翻回去 好了 做好了 我就用了不同的里布 那用一個不同的里布 就會漂亮很多的了 那就可以放些筆 然後放進去 那試一下扣勞本書 對不對 嘩 好漂亮啊 我又可以送給朋友了 那今天呢 就用了幾個針布 大家記不記得是什麼 有回針布 半回針布 走針布 和隱藏針布 另外還有兩個 就是 上了拉鍊 和包邊法 以上的幾種 如果你關掉的話 都可以做到大部分的手作 如果不記得了 那怎麼辦 不要緊的 重複重複看這條片 那就OK的了 另外呢 就自己做多些實習 那接下來呢 我會和大家再做多些其他的手作 那你密切留意吧 拜拜